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一下午的3点10分 加全指数间大涨75点 最多涨了103点 上礼拜在年线防守的时候 林德燕在节目里面一直跟大家谈 我说年线不会破 年线一定会守 很多人当时可能很怀疑 那今天大涨了 你应该释怀了吧 应该相信林德燕的分析了吧 我在看大盘很准 这是市场公认的 你们长期这样听下来 我的分析准确率是超高 尤其大盘的部分 那更是无话可说 上礼拜很多人在恐吓你 林德燕一直告诉你 年线一定会守住 因为全球主要国家 没有人破年线啊 台北股市间 年线也不会破 年线是最重要的防线 尤其指标当这么低的时候 约线会拔它对打去 你要叫它跌到哪里去 礼拜五 美国股市大涨 这个就定性完了 对不对 你看礼拜四的时候 上礼拜四道琼只小涨五点而已 这支 我在礼拜五节目里面特别跟大家谈 我说这根棒子叫冲天炮 冲天炮顾名思义就是 就像我们在放烟火一样 一个小实体下面一根长期下引线 叫冲天炮 冲天炮如果出现在底部的时候 这个不容易看到 今天你看没几遍 可是只要出现底部冲天炮 那就是单日反转的讯号 准确率超级高 果然礼拜五美国股市就出现大涨了 礼拜五美国股市就出现大涨 最多涨了400点 收盘的时候涨了330几点 当一个冲天炮加上一根长红棒 这已经是底定了啦 美国股市底定了 美国礼拜五也是来首年线 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给台北股市看 首年线反转讯号出来 冲天炮加长红棒 尤其指标也在低档区 你看道雄KD在黄金交叉了 那你应该没疑虑了吧 不但是日线周线也是一样 周线的KD也出现黄金交叉 你说日线可能代表是属于 两三个礼拜的 周线属于更大格局的 短线指标黄金交叉 中线指标也出现黄金交叉 那整个趋势年线就守住了 年线就守住了 最近没什么好怀疑了啦 没有什么好怀疑的了 你知道礼拜五 美国股市的大涨有一个很重要的推手 股神巴菲特 股神巴菲特 他在礼拜五有几个重要的言论 对于股市来说是个定心丸 哪些言论第一个 目前大家最担心的莫过于美中的贸易 对不对 美中的贸易战 股神巴菲特他说 他相信美国跟中国 美国不会爆发这种极度愚蠢的贸易战 口水不会断啦 可是两个领袖应该不会笨到 让事情去扩大 发生极度愚蠢的贸易战 所以他这样一讲之后让大家释怀 现在很多不管是政论节目 或者一些名嘴 都一直在做一些过度的联想 美国跟中国如果怎么样怎么样 整个事情严重下去 又会影响到中心 影响到华为 甚至于台湾 事情一直扩大 很多事情你要无限想象 它有很多的空间 讨论不完的 搞不好连外太空都会怎么样 对不对 可是很多事情你追根究底 有时候事情也没有那么复杂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推论 那现在股神巴菲特出来讲话啦 股神巴菲特话一讲之后 大家嘴上去啦 大家都不敢说话啦 因为他是股神巴菲特嘛 所以他一讲完话之后 美国股市大涨 今天连大陆股市也大涨 上阵涨1.48% 深圳更大涨1.86% 大家都没话说啊 对 名嘴大家推论来推论去的 股神巴菲特一句一句话 不会发生贸易战 那就没话说了嘛 那你还要担心什么 股神巴菲特他又讲了另外一句话 他说他会加码苹果 他说他会加码苹果的股价 他认同苹果花1000亿做库藏股是对的事情 他会在四度时间再加码苹果的股价 你知道股神巴菲特他的基金规模是很大的 这个不用我们多说对不对 如果一般投资人30万50万 可能你买个两三个股票 资金大一点的三百万五百万 可能你买个五档六档 股神巴菲特那基金规模是大 股票一定是拖拉股的对不对 他那一拖拉股的股票里面 比重最高是谁 就是苹果 比重最高就是苹果 他已经持有苹果很多的股票了 他还给苹果加持 他会继续加码 他会继续加码 你看礼拜尔的苹果股价 礼拜尔苹果大涨3.9% 被股神域加持之后大涨3.9% 183.8 你知道183.8的苹果价格 是什么价格你知道吗 183.8是历史高点 苹果股价还是守住连线之后 短短五天时间 短短五天时间 苹果股价再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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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都站在冲了 你还怀疑是吗 很多人都说 苹果手机又卖得不好 对大家都说 报纸都说苹果手机卖得不好 不是一个人说而已 是大家都在说 那怎么苹果还会涨 我给大家看一份最新数据好不好 有时候以而传而 会害死人啊 会吓死人啊 我给大家一份最新的报告 这是国际之间一个著名的研究机构 所做的调查报告 今年第一季全球手机最畅销的排行榜 第一季就一二三月嘛 今年第一季全球手机畅销的排行榜 第一名 买最多的哪一支 iPhone X 第一季卖出了1600万支 全球市占率4.6% iPhone X 第一名 不是说大家都说 iPhone X卖得不好 怎会销售第一名 奇怪 数字会说话 不要用你的想象 受理的公伟 好销售第二名 iPhone 8 第一季总共卖了1250万支 奇怪 苹果不是说手机卖得不好 为什么第一名也是苹果iPhone X 第二名还是苹果iPhone 8 所以说不要到处乱听到处去胡思乱想 来销售盘榜第三名 iPhone 8 Plus 怎么又是苹果 iPhone 8 Plus卖了830万支 那第四名 第四名是谁呢 iPhone 7 卖了760万支 奇怪 全4名都苹果 这是私调机构所做的报告 好调查报告 全球销售盘榜第一季 前四名全部都是苹果手机 从iPhone X iPhone 8 iPhone 8 Plus iPhone 7 第五名 第五名当然就不是苹果了 因为苹果目前在销售主要重点是 iPhone 7 iPhone 8 Plus跟iPhone X 全球都挤到旁旁前四名 第五名是小米的红米5A 第一季卖了540万支 那你觉得苹果手机卖得不好吗 总该释怀了吧 不要一直以而传而 别乱听乱乱惹 把自己给吓死掉 苹果的股现在价格很低 可是不是每档都可以买 有些确实获利不好 因为苹果很高高 它会去压价格 反正价格压得很低 倒是苹果股有些可能是赚不到钱 今天第一档带动唱的 今天台北股市第一档带动唱的 就是股神 这是股王大力光 大力光涨停板 一张四百万 苹果涨停板去 所以我跟大家讲过 你也不会买了 对我也不会买了 可是我跟大家讲过啊 股王你不管买不买 你都要看 因为他是多头的领先指标 也是多头的信心指标 你看大盘最近在一直考验年限 上不上下不下的时候 大力光已经率先 拉出一波长虹给你看了 对三千 买了四千啊 是不是领先指标 是不是领先指标 那大力光做率先的表态 TBK GIS 连最弱势的 连最弱势的瑞宜 都大涨4% 你看瑞宜财报发布完之后 崩下去 这种最弱势的瑞宜 今天都涨4% 你知道平概股在台湾 那也有一拖拉股 一卡车啊 平概股在台湾是很多的 如果当平概股 能够起来 这个盘就没话说了 现在大力光起来了 鸿海今天也开始 慢慢要起来了 那个指标也是 开始慢慢往上翘了 如果鸿海再起来 这个盘会更快 所以这个地方我上礼拜 第二礼拜大盘 一直在考验年限的时候 我鼓励大家赶快买赶快买 可能你买不下手 那今天就后悔啦对不对 今天开盘你总该下去买吧 你可能不知道该买什么股票 没关系啊 我说过 强棒初级每天我都有一档 每天我都有一档 强棒的股票帮大家赚钱的标的 你看今天一开盘 9点10分 我就通知我的会员买 江心段 9点20 通知所有light的好友买江心段 我们在早上强棒初级的时候 早上的节目里面 我也跟大家介绍江心段 我们讲的时候在哪里 我们讲的时候在这里 我们会员买的时候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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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ght好友通知在这里通知的 你看当时只涨大概不到2% 1%多而已 后面大气 插一跳涨停板 插三毛钱涨停板 涨停78.6% 最高来到78.3% 差一点点而已 你当天行情里面 你要赚个5% 6% 应该都有机会 你如果看我母的人 赚个5%也有 所以我说强棒初级 是你的要帮大家赚钱的诚意 我会惊那个基本面子很好 我不会买买快 我挑的一定是基本面子好的股票 你看江心段 4月一收已经发布了 2.6亿 2.7亿 创历史新高 去年业绩4.8 已经是历史新高了 今年预估至少5块钱以上 你看他 大盘在跌600点的时候 他就已经很坚停了 已经真用了 财报发布之后 礼拜五率先拉一根涨停板 但那个时候 年线跟半年线还没有过 那今天开盘一站上年线 一站上半年线 多头好久就响起了 对不对 所以我推荐的股票 诶 没浪费喔 没浪费喔 但今天大涨股票里面 有很多都是跌升反弹 你看 给你共赛过很多 今天强势股很多 今天强势股很多 今天强势股票很多 你看连大力光都会涨停板 对不对 今天涨停板股票这么多 大涨股票这么多 这很多股票都跌去 可是这里面有很多是 跌升反弹的 有很多是跌升反弹的 你看齐力清 是不是急沙上面套住 上面大量套住 2049 今天也是涨停啊 短短两个礼拜时间而已 530剩下380 30%没了 两个星期而已 这个上面也是套牢层层 所以你不要去挑那种 跌升的 有些刚 你比如说长期跌就没话说嘛 对不对 长期跌那个卖压早就已经消化掉 你短线 最后这两个大跌的 那个往往都是跌升反弹 上面套牢很重 你不可以买那种 今天大盘出现 盘转讯号之后 至少520OK了啦 我不想跟你打高空 两个个三个个半年一年 讲的没意义 我们一段一段来 520行情已经开始走了 520行情开始走啊 现阶段你先掌握 从现在到520 有哪些股票会飙的 先把这一段先掌握下来 先抢520行情 520过后我们再做第二阶段的布局 哪些股票在520前 这段时间的标的 绝对不是跌升反弹的 跌升反弹上面套牢层层 那个只是第一波弹上来 后面就顿滑掉了 你去堆的是跟人玩手而已 你要买什么 你要买多头排列的 你要买多头排列的 比如说我们会一直在买的 雅妮 我们29块开始买 大盘跌600点 他盘的逆时供出去 但短线这里要洗盘 只不要让他修正 所以你不要一堆管 等下来我们再继续买 外资也一直在加码 雅妮外资也一直在加码 星期五买3千张 星期五买2万4千张 4月份 外资又买了2万多张 你知道从4月到5月 短短一个月又一个礼拜 外资卖了1千亿 反正买雅妮买了快5万张 不过5万张 每股净值就不用我多说了 每天都在讲 将近38块钱 现在股价才31块钱而已 所以这股票的多头排列的股票 已经没有卖压了 已经没有卖压了 而且股价还很低的 兼5469亥以伯德也是 兼5469亥以伯德也是涨停板 每股净值 34块钱 34.6 兼被动元件 2492 华新科拉涨停之后 整个华新集团的股票全面大涨 给大家看华新集团的股票 今天华新集团的股票 5469亥以伯德 549隆 5 Subs 华兴大涨 1606华兴 1605华兴大涨 你知道华兴集团在国内 是最喜欢炒股票的集团 去年华兴集团 总动员大涨的时候 故事好飙 今天华兴集团又来了 今天华兴集团又总动员了 这个对大盘是有加分的效果的 爱注意哦 还有哪些股票是 字基 你看字基 又创新高了 所以也没卖压了 虽然成长多头排列 没卖压的 但有些涨很高就不行了 字基 我们不加批会员股票 连续两年都赚一个股本 连续两年都赚一个股本 股本才两亿而已 你看另外一档三贝德 一样是补习班的 三贝德贪八块 字基贪十块 三贝德现在勾给 三百几块啊 最多的基金三百七十块 三百七十块 一样是补习班的 六二九四的字基 才一百三十元而已 只有他的三分之一 获利比他更好 现在是完全没卖压了 过性高了 所以抢供520 你要买这种 没有卖压 多头排列成型的 才能够让你在520之前 抢到快速的大赚 我们今天推出 抢供520 妈妈我爱你的活动 因为这礼拜是母亲节 每年遇到母亲节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 特别优惠的活动 提供给我们 辛苦的妈妈 今天推出 抢供520 妈妈我爱你 母亲节 特别优惠活动 我带你锁定这些 多头排列的股票 一档一档来操作 在520之前 我们先抢下一波 520的行情 我们的付专线 0223923923988 0223923988 打断进来 祝您操作顺利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